韓國瑜 韓國瑜確定是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之後 那麼第一個重要的造勢的週末 明天就要到桃園 可是我們今天就要先來跟大家講的是 他沒有公開的群眾的造勢活動 而是宮廟的造勢活動 本來很多人希望他公開了大型造勢 可是他最後還是選擇明天的起手是 就來到桃園的九間宮廟 你先來看看政治人物 為什麼都喜歡去拜宮廟 每一個人一住香 真的 你看郭董 柯P 圖子燕子 阿彪哥 還有小櫻 幾乎都到了宮廟 阿燦陪著小櫻一起去 你看這個是哪裡 這個是我們平鎮的藝名廟 然後這裡是大甲的鎮藍宮 這個是板橋的慈惠宮 都喜歡去宮廟 你真熟 每一個宮廟在哪裡你都那麼清楚 鳳京姐 因為我們也要選舉 其實在場的不只是佩軍跟佳瑜 他們敢否定說宮廟沒人嗎 宮廟是一對信眾 宮廟影響力很大 真的很大 對 宮廟影響力很大 而且人很多 然後人可能外面還有很多擺攤販的 你要不要去告捕 要不要打交道 所以如果你要搞政治要搞選舉的 這些連我們小咖的民意代表都知道 大咖的要選總統的會不去嗎 所以你看這牽涉到總統選舉的 不管是柯文哲 韓國瑜 蔡英文 還有郭台銘 哪一個不去宮廟 所以宮廟的影響力 在台灣的民間習俗和社會上 就有一定的代表性 所以韓國瑜明天的起手 是去哪一些宮廟 這個對你來講都熟了吧 當然 這好幾個宮廟 是我從小到大長大的地方 比如說中立冷海宮 這是明天中午韓國瑜要去的地方 我們當地人叫新街廟 還有平鎮的藝民廟 也是重要的這個香火 這個非常挺深的地方 蔡英文跟鄭文燦都去過 而且不是只去一次而已 所以蔡英文都去過桃園 至少三間宮廟 這個藝民廟也不只去一次 韓國瑜如果不來 你怎麼跟平鎮我們鄉親打交道 那桃園其實還有一個警符宮 是桃園當地有名的桃園大廟 所以你看這123456789 都是各個區國民黨在地的 提名的立委候選人 提出來一到兩個宮廟 那是誰給的點子說 這個要再拜訪這麼多的宮廟 其實是韓國瑜我這樣想 後來就透過我們市議會的議長 然後跟這個國民黨在地的 六個立委提名候選人商量之後 他們就提出來這一兩個宮廟 所以六個立委候選人就提出來 九個宮廟景點讓韓國瑜去 然後就依據時間路程去分配 那其實包括這個議民廟和仁海宮 因為現在已經農曆鬼門開了七月了 對喔 對 明天再來就是七月初三 昨天就是七月初一了 是啊 所以鳳京姐 從昨天開始桃園大廟到中立新街廟 到平鎮議民廟 一連串整個月 七月都是農曆的鬼月 會有很多相關鬼月的放水燈 還有很多的祭祀好兄弟的相關的祭祀活動 那尤其是像仁海宮跟議民廟 在這裡都是客家十幾個重要的庄落 他們每年都會有擺那個 殺那個豬公還有神豬 很大隻那個神豬 然後後來放在這個廟門口 然後塞一隻鳳梨 然後擠金眾什麼特等獎 頭等獎 這是我們當地很重要的民俗 會放在仁海宮前面 議民廟前面展示 然後會有很多的攤販 好幾天這個傳統連結的議民節 所以人非常的多 所以我說農曆鬼月 宮廟除了神明多 姓眾多 就是一般陽間的老百姓人多 還有好兄弟也多 那當然重要的選舉 這些政治人物 當然要到現場去跟大家 拌暖拌乾淨 所以到這幾個宮廟 再加上中午 韓國瑜明天他據說 會跑到新屋沿海這個地方 范江谷之後去跟農民互動 推廣那邊的新屋的新香米 新屋很有名的鵝肉 那最重要的是 這裡是桃園 桃園現在誰執政 鄭文燦 民進黨當家 那如果你要保住 台北跟新北的以後總統大選 明年1月11號重要的票倡的話 桃園鄭文燦 你能不能攻克這條馬其諾防線 第一次世界大戰 不是有法國為了抵擋 義大利進軍的一個馬其諾防線 號稱最牢靠 堅不可破的防線 那鄭文燦這一條防線 萬一被韓國瑜給攻破了 因為這有兩成的外省眷存住戶 有四成的客家鄉親 223萬5千人 就有這麼多的族群 可以讓韓國瑜去攻 那如果這樣一個防線攻破的話 是不是這個韓國瑜就能夠拿下 他們想要攻破了桃園 進而拿下台北的位置 不過這個地圖 我們現在要請 張維忠來分析 張維忠自己主動說 這個地圖是有玄機的 每個政治人物都有一個守護神 譬如我信仰釋迦牟尼波 每個人信仰三太子都不一樣 他有一個信仰的責任在裡面 而本身你看這個廟園的名稱有沒有 你會注意到又是龍山 又是龍潭 又是龜山之類的 這都是龍龜 都代表古代最吉祥長壯的 一些動物 可是有些是宮廟名 有些是地名 龍潭是地名 你要取他全部 然後龜山也是地名 龍山市當然是這個市民 對 那你要好兆頭 有形就有靈 這些好名字都帶來好名聲 包括有福有獸等等的 都代表他整個是一個大的 一個吉利跟徵兆 也是尋求一個好的兆頭 那台灣是世外桃園 整個靈氣 宗廟靈氣最強的 就是台南跟桃園這個地方 重點是他為什麼不拜四家廟 為什麼不拜七家廟 跑個八家 九家 都是為了好兆頭 可是我們這邊 就請教政治人物了 像嘉宇 其實你在拜訪宮廟 你也必須要挑選過 因為每一個宮廟 都有他拜訪的美甲 說實話 宮廟真的得罪不起 而且一定要去 我也不敢挑選 只要有機會可以去拜訪的 我們都一定要去 而且不只是說 他平常有活動要去 平常也要去宮廟裡面 跟這些主委 這些公主 拔暖聊天 他會說 你只有這個平安餐 只有什麼聖誕活動 你才來 平常廟裡的活動 你都不參加 這樣也會被說話 而且現在農曆志願 所以這是你幫我們挑出來 你非去做的 這不是我挑的 這是製作單位挑的 我跟製作單位說 我說我們那壺南港公廟很多 希望他如果列一定要全部都列 然後他就說 他就說 那他自己從民政局網站上挑 結果他剛剛挑出這四家 我一看就嚇到 你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全部都是南港的 我們內湖的一家都沒有上去 我說這樣不通 我說我們內湖 畢山岩 什麼燕頭福德士 什麼很多 然後也不能得罪 所以你說如果要叫我唸 我可能要唸二三十家 全部都要唸完 所以非常可怕 因為如果我今天唸了一家 回去人家就會說 你是聽我們這間太小的間 為什麼沒有幫我們介紹 那叫你 那這樣子如果說 你要幫蔡英文總統去安排 比如說現在整個台北市 要拜訪公廟 那他說我沒辦法 我一天的行程 我只能拜訪九間 對啦 那妳趕回去就 妳趕回去就只能有一間了 對 像內湖就是畢山岩 大家一定知道 開張聖網廟 這個風景也很美 而且現在還有咖啡 很多人都會去那邊 採草莓 白石虎 然後順便去拜拜 很好的一個地方 那小英總統也來過幾次 所有要選總統的人都來過 那南港也有很多很大的宮廟 那類似這樣子的行程 對所有的候選人來講 都一定要去 因為宮廟就是平常地方 這些群眾聚集的地方 聊天的地方 而且我剛剛講 農曆七月現在普渡平安餐 一般平常不會去廟裡的人 他們也會去 就是有一些祭祀等等 開始必須去跑這種普渡宴 普渡行程 這種是我們候選人 就是政治人物最常必須要做的事情 所以這段期間鬼門開 你們也會常常在宮廟裡頭看到 七月都要註點在宮廟裡面 來 佩君 所以文山區 我們這邊只有列文山區的 對 我剛剛看到也是大區 有很多福德宮 在這個通話夜市那邊 有很多商禍的鼎盛 好不好 我們自首 這些都是製作單位所準備的 其實跟佳宇跟佩君都無關 對 因為我們昨天製作單位 打來問的時候 我們也是就把我們想得到的 通通背了一長串出來 然後他也是說 這個版面有限不可能全列 那真的不是我們兩個挑的 你選舉的時候 一共跑了多少家公廟 你有算過嗎 應該地方上的就上佳宇 對 其實都去 因為基本上廟是比較 政治色彩不會那麼明顯 那只要對方是有善意之後 也願意讓你去拜訪的話 其實我們通常都會走一輪 那之後再看彼此之間的交情 跟默契 然後可能去的頻率有所差別 但是基本上是通通都會去拜訪 那他們是有邀約你們才去 還是說你們只要聽說了 有信徒跟你們說了 你們就要趕快去 其實每個人做法可能不太一樣 那像我們自己選舉的話 大部分他們都會很客氣 他們會發帖子來邀請我們有什麼活動 那其實我自己跑行程路過的話 我大概也會進去裡面上個箱 然後或者跟裡面的主委 或是董事長稍微聊一下 只要經過就過去一下下 我們臉皮都比較厚 就是有時候常常不請自去這樣 那沒有這麼多 要怎麼樣幫忙這個 我們上面的長輩安排 其實大部分有時候會看地緣關係 就是市他的行程 會建議幾個在他的動線上面的廟宇 那另外就是可能要看這個主事者 不管是主委或是董事長 他對這個政黨的喜好程度 或是他的友善程度 然後去建議不管是總統候選人 或是市長候選人 這樣的層級去拜訪 但我覺得廟宇有兩個能量 一個是看得見的 一個是看不見的 看得見的能量 就是剛剛大家講的 這個是大型的活動 有的可能一半斗 就是辦106桌 110桌 那現場就是上千人的場子 所以你一個晚上 可以很快速的接觸到很多的人 然後再來就是裡面的組成 也都是地方的逃狼 你可能廟裡面的監事 他同時也是里長 或者是他是商圈的自治會的幹部 所以同時是多功能的交流 那如果是看不見的部分 我覺得也很重要 就是除了這個心靈的平靜之外 我覺得也是表達說 我們尊重地方的信仰中心 因為其實政治人物 雖然自己也許有自己的宗教傾向 可是老實說我覺得 服務選民的時候 大家的傾向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都是就是 坦白講就是有神就拜 那也希望眾神保佑 我們也會好好努力 其實像我們七月每間廟都有普渡 普渡都一定要去 普渡只有一天 你怎麼樣子怎麼跑那麼 有的是兩天三天 然後你就盡量跑 早上下午都去跑 拜託 然後那個民眾就會說 靜平你怎麼那一間廟裡 看到你普渡 然後那一間廟裡的主間到你哪裡 那會不會農曆 7月13 14失誤 我們發不到來賓 不會 普渡在等拜拜的時候 那時候大家都會在那裡聊天 人聚集得非常的多 所以那時候是最好去拜訪 而且廟裡會準備很多的東西 超過的數量的貢品 所以一普渡玩 會發給很多這些需要的民眾 民眾會去搶 所以人會更多 所以我們就要在那邊stand by 所以當然這發貢品 當然背後還是要有金錢上面的資助 所以是從 其實名人對於宮廟的捐獻 也是非常重要的 當然沒錯 我們看 我們先講這個郭董事長 郭台銘 他第一個要參選的時候 他敗的就是板橋的慈慧宮 在宮廟裡面宣布說 他要參選總統 把他養大的地方 對 所以你看 再加上說其實這些公廟 我們講 我曾經講過 事實上大家知不知道台灣的 最大的地主姓什麼 男生姓張 女生姓林 男生張就是張福德 就是土地公 女生就是林茉娘 林茉娘 所以你就知道說其實他們在 每一個地方上 他們有這麼多的資源 在這個地方 他們的每一個公廟 我必須講每一個公廟 光是每一年的捐獻 或是什麼 資源都非常非常多 尤其是地方的公廟 大部分都是地方的望祖所掌握 再加上說很多名人 他會加持到 他會捐獻給這個公廟 所以公廟的這個資源 是非常非常豐富的 所以你為什麼每一次 如果我們如果注意到的話 每一次那種大型的選舉 到最後的時候那種生假 他們遊行都怎麼遊行 怎麼繞 就是繞公廟 這個到哪裡的公廟 到哪裡公廟 下一站是到哪裡 下一站到哪裡 其實停下來的點 都是在公廟裡面 好 可是除了公廟之外 現在網路聲量也是影響非常的大 我們看到說現在政治網路上面 韓國瑜確實他的聲量 還是最大的 1279萬篇 然後蔡英文其次570萬篇 郭台銘308萬篇 然後賀文哲現在已經快要 跟郭台銘趕上了 尤其郭台銘 你會看到他的這個聲量 在國民黨初選完了之後 其實他降的速度非常的快 是從郭台銘郭董事長回國了 他到底未來何去何從 財神爺去哪裡 事實上如果以這個 我們就用網路的搜尋熱度來看的話 他是在這個 因為他7月15號 公民黨公布沒多久之後 他敗選他就沒多久就出國 他一直到7月31號 他才回到台灣 中間的話偶爾發發臉書 其實他的網路聲量很少 所以造成說他的網路聲量往下掉 但是我覺得 現在大家當然最關心的就是 因為柯文哲阻擋了 柯文哲阻擋之後 他跟郭台銘的下一步 會怎麼樣來走 這個大家都非常關心 所以 你能不能告訴我們 他們到底會如何 因為其實黃世聰很早 就已經預測到說 郭台銘是7月31號回來 那時候大家都說 8月初的時候 然後世聰就不小心說 溜了嘴 說明天 對 沒有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以他們目前來講的話 雙方的幕僚都有接觸 但是雙方的偷人沒有相見 就郭台銘跟這個 跟柯文哲都還沒有見過面 而且他們的發言人劉宥彤又說 其實郭台銘跟柯文哲 有一些心結 所以我覺得其實 要合作的路 還有很長的時間要走 而且這個目前的柯文哲不是講 他9月初才會宣布 所以9月初之前來說的話 還有一個月的時間 他們雙方可以坐下來好好的談 後續的兩個怎麼合作 或是合作的一些相關的細節 我覺得大家可能還沒有開始 雖然雙方都釋出善意 可能要合作 但是其實合作的內容 跟合作的方法 那些其實八字都還沒有一撇 所以只是有一個管道接觸 但是這個接觸 該接觸ABCDEFG 什麼東西都沒有 應該這樣講 事實上郭台銘的內部裡面來說的話 比較核心的 就是最核心的選舉成員來說的話 有一個是郭守正 就是他兒子 另外一個就是鴻海的董事長劉央偉 他們幾個是最核心的 郭守正他自己本身 因為三創的事件之後 他跟蔡碧如的關係就不錯 所以他們兩個 其實平常就有在聯繫 不是因為選舉 不是因為選舉 對 他們兩個當時的關係 就還不錯 所以其實以這幾年來說的話 這個郭守正跟柯P 是維持的一定的交好的程度 但是郭台銘他目前還沒有跟 柯文哲有任何的動向 所以我覺得其實 要看郭台銘董事長 他事實上 他怎麼說 他現在的這個想法是 他在思考他要不要參選 這是他的決定 等到他決定之後 他就有可能會 譬如說釋出 要不要跟柯文哲合作 或是怎樣的狀況 我覺得他現在還在思考之中 我可以這樣問說是 郭台銘如果要參選的話 那當然就是跟柯文哲合作 如果他不參選 他會按住柯文哲嗎 他比較傾向是 他可能就不會做任何的動作 好 佩君 你怎麼看郭柯合作 其實這個辦公室 在第一時間知道這個消息之後 我說郭台銘辦公室 他發給媒體的稿子 就說在這之前 完全沒有跟柯市長 談到相關的話題 然後他們也是看了媒體之後 才知道 這是郭台銘辦公室的回應 但是對藍營的人 當然有大的焦慮存在 但是我們會就是用一個 比較婉轉的方法 去讓他思考看看 就是郭台銘董事長 在今年的五月初選之前 他是一個叱咋商場 四十年的商人 而且他有自己的專業在 那他有沒有必要 就在這短短的幾個月之間 把自己送上 變成一個烈解藍營的罪人 他有沒有需要 把這一局完成這樣 我覺得以他過去的經驗 還有他對國民黨的支持來說 很好去推 所以目前為止 我們還是樂觀的賞上跟希望 他不會做出這個 分裂藍營的事情 好 不過台銘黨 現在已經確定 他的生日是什麼了 就柯文哲說八月六號 宣布正式的成立 所以詹惟忠老師 就幫他排了命盤 我們來看一下 從命盤裡頭 可以看得出來 台灣民眾黨的未來命運嗎 這個董指揮走述的人都知道 這不是一個胡說八道的事實 就像頗負責日 或是說開店 開幕 那個訂的時程 以時間來空間 可以看出他未來發展的狀況 我有朋友甚至於排了 排了中華民國的命盤 有些地方還滿多 如果能找到的話 那確實是一個滿精準的做法 其實我們簡單來說 他那時候8月6號的12點 就是這個行程排出來的 你看到這個整個黨的命盤 既然是只為天府 帝王座落在命盤 所以他必須有長大權的 未來大好機會 這個黨不是所謂的小小的黨 未來發展的實力非常窮厚 其次這個黨未來到外地 就是國際觀 遷移 遷移外地 到外地也是貴人扶持 無論是我們說的話 中美各方面的一個支持 也是有貴人扶持 也是被肯定的 這個黨 又有做紫薇的 然後就是等於是做在 龍椅上面的命格 然後又可以到海外 得到貴人 對 其次你看他的黨 黨就像一個公司 公司就事業 以他的事業工來看的話 錢財 錢財 有錢人來了 那這樣子 柯文哲一個人怎麼可能 因為以柯P來看的話 是一個有責任心的人 有智慧的人 他怎麼會有錢財 代表這個黨受到企業 企業的支持 未來是可以期待的 但他們不見得會刻意去算這個 只是我們很巧妙 幫他分析一下 所以這個黨的事業 未來錢財的贊助有沒有 是無可限量的 如果從這個命盤來看的話 柯文哲一個人的力量 沒辦法清成這樣 所以這個時間 因為海外的幫助 也不可能是柯文哲 然後陸存也不太可能是柯文哲 當然一定是有錢的人來幫忙 陸存代表有錢人 那這樣子看起來 就是郭台銘跟他合作的機會 是非常大的 跟郭台銘一樣 有錢的人都會支持 這樣講比較客觀一點好不好 其次來看一下 錢財運 左忽右運 財運廣進 這個的命盤 以這個時程來看的話 是好到不得了 以公司成立的話 然後整個來看的話 延續來看都是非常加分 唯一能夠破解的話 就是說某某部門 不准他這時候成立 把他退回去重新補建 那麼這個就有機會破解 OK 以不同角度來看的話 OK 家瑜你怎麼看柯文哲主黨 看起來他其實 他說要先組國會 第三政黨 或者是甚至於可能 去搶攻第二大政黨 那總統可能不見得 是這個時候就要的 對 我覺得柯文哲主黨 確實是進可攻退可守的一個規劃 對柯文哲來講 他要延續他的政治性 白色力量的理念的話 就必須要靠著主黨才有機會 那他也知道 2020的總統 其實機會說實話不大 除非他跟郭台銘 真的能夠合作無間 可是怎麼合作 因為這兩個人過去 在政治上的理念 各方面說實話 要短時間能夠契合 我覺得也有一定的難度 而且你看如果說萬一 黃國昌要帶槍投靠 投靠柯文哲 那這樣子黃國昌的理念 跟郭台銘的理念 怎麼合在一起 所以這個政黨的理念跟目標 未來可能還有一段路要走 就是說一個政黨 其實不是只是一個人而已 因為柯文哲過去他個人的光環 或許他的白色力量等等 可是當你組成一個政黨的時候 可能各式各樣的人 都會來加入你的政黨 什麼阿貓阿狗都有 這時候你都要蓋瓜承受 家瑜我認真的問 他有沒有拉過你 有今天很多記者問我這個問題 沒有 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我今天就是表示說 我還是會繼續留在民進黨裡面 因為柯文哲他也表示非常清楚 就是說他也是希望能夠 跟其他政黨合作 那我相信我就算在民進黨 柯文哲也會支持我 真的嗎 這句話 這句話好曖昧 那你有沒有問過他台銘黨 會不會在內湖南港區 推候選的 一定不會 柯文哲的台銘黨 一定是支持高家瑜 這個是吳英俊 這麼篤定 所以你又是那一個 就跟郭台銘一樣的份量說 你不必加入我的政黨 但是我會支持你的那一個 政治人物 好 但是那蔡英文該怎麼辦 現在看起來 CNN重創了她的民調 所以現在是不是要靠一些 撒錢的政策 也許可以挽回一些 馬上回來 國民大會 蔡英文 從CNN之後不只是民調降 而且在網路上面 其實也看到一些負面上面的 一些評論對她來講 殺傷力還滿大的 所以現在急著推出一連串 育兒津貼 撒錢的一些政策 能不能有幫助 對 事實上如果我們以蔡英文總統來講 她今年年初的時候 撿到這個槍 然後就一路的辣台媒往上的這個 民調往上升 結果沒想到她最近的話 被煙燙傷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她最近的這個網路聲量 因為這一陣子 包括說像這個撕煙的案 她改口 從原本的超買 變成是這個走私 大家都覺得說 你那個最後的這個幕後的常見人 是誰 你都抓不出來 大家對她的 你看她的網路聲量 是一路的往下調的狀況 所以當然不只是網路聲量 往下調 我們看到最近公布了幾份民調裡面 也都顯示出她的民調的確是在往下降 大概就差不多5到6個百分點的影響 這個其實影響非常大 你看總統大選裡面5到6個百分點 那是非常大的一個比例的移動 所以對蔡英文總統來講的話 她已經感受到相當大的壓力 再加上說柯文哲的政黨又出現了 當然對她來講 是兩面夾擠的一個情形 在這個時候當然 因為我們知道 這個中央政府 所謂的執政者好處就是說 我可以用政策來加強我的民意 好 所以他們現在決定怎麼樣 我講得好婉轉 政策 然後沒有講買票這兩個字 沒有 就讓自己的民意提高 你看2到4歲的育兒津貼 8月要上路 你可以看我們這個政府的 2到4歲的每一名兒童 每個月補助2500塊 第三名子女每個月再加發1000塊 包括說很多人關心的公幼的幼兒園 每個月繳費不會超過4500塊 就是未來準備要這樣做 第三名子女的話 每個月會減到1000元左右 另外一個針對娃娃車 因為現在大家都覺得說 很多娃娃車其實年紀非常大 所以每輛淘汰的這個車量 最高可以補助30萬 每年預計要淘汰300到400萬輛的 300到400台的這個老車 所以這些政策來說 的確很多這個父母親看了覺得 還不錯 至少政策來說 對我是有一點感覺 我們可以看到事實上 在這次郭台銘拋出所謂0到6歲國家養 其實大家不論說這個政策 能不能做到 但是至少是大家討論的一個重點 所以表示其實大家對於這種幼兒 這種小孩子的這個教養問題 大家是非常關心的 這個對我們明年度的 這個中央政府總預算 會增加多少 我們目前的中央政府總預算來說的話 是5200億 因為我們現在大概是1.9兆左右 5200億來說的話 是大概佔第一個 也就是社會福利的支出 4分之1了 4分之1強了 對 我們今年的話 明年會比今年增加大概300億 增加大概6.6 少子化對策的這個計畫經費 是440億 所以整個算起來的話 照顧弱勢跟年輕 青年的這個預算 超過6000億以上 所以我覺得政府是要拚 因為現在他也知道說 對蔡英文來講的話 他有很大一塊就是年輕的族群 可能會決定他勝敗的重要關鍵 所以你看他做了一些政策來說 我相信他也瞄準了這些人 看能不能夠打中讓他們心 讓他們票投在他的身上 所有的社福加上弱勢 加上青年政策的一些相關預算 6000億元 在我們中央政府總預算 將近三成了 所以佳宇 這些對於青年票是真的有幫助 所以推這樣子的政策嗎 這樣子不就乾脆郭台銘的 0到6歲國家養就好了 還有至少還有收入來源 我覺得年輕人 小資族 然後這些雙薪的夫妻 其實會有感的 也就是說最近的這些減稅 或是這些育額政策 其實對他們來講 確實是迫切需要 郭台銘的0到6歲國家養 這個也是很多人認同 也很有感的政策 對民進黨政府來講 也一直努力在朝這個方向去做 可是要有裁員 對 就是說裁員錢從哪裡來 可是你發現說政府 其實很多裁員的配置 大家會覺得是有一些 可以檢討的地方 左支右處裡面 或許這個東勤一塊西勤一塊 也可以勤出一些錢來做這一塊 那你說能不能拓展裁員 佳宇 這不是勤多少錢 這是勤6千元 6千億 6千億 聽起來是很多 但是其實我覺得 政府的預算一年是幾兆的 兩兆 對 那兩兆的預算裡面 其實能不能拉出這些錢 來做這些事情 因為對台灣來講 少指化是國安問題 對 那是 這個是大家都要去面對的問題 當這個年輕人越來越少 我們台灣人越來越少的時候 未來這個問題才會更大 所以現在努力在做 就是鼓勵生育這一塊 所以我覺得 不管郭台銘的0到6歲國家養 或是我們現在所在做的 這些2到4歲育兒津貼 包括柯P他也在做這一塊 目的就是要鼓勵大家生育 這個方向絕對是對的 那錢怎麼來 我覺得民進黨在這個部分 確實努力在做 但是沒有辦法做到滿足大家的需求 但是至少我們有在做 大家就會有感 好 這邊請教一下敬平 可是我們來看的是 這一次蘇貞 因為蔡英文現在的聲量往下掉 所以乾脆就派出一個狙擊手 蘇貞昌就專門對準了韓國瑜 他酸韓國瑜說 這個他面對林鄭月娥的時候 都不敢坐滿 這個做得很謹慎的樣子 但現在游淑慧告訴大家 告訴蘇院長說 那你是不是打到陳菊了 你要不要看一下陳菊 跟國台辦張志軍會晤的時候 他做得有多麼的端莊有禮貌 所以現在雖然說打韓 不用蔡英文自己出手 但是這幾天看 蘇貞昌跟韓國瑜 你來我往之間的唇槍舌劍 當然蘇貞昌最常栓的 從今年3月一直栓到現在7月8月 就常講的就是韓國瑜你在3月22號到了香港 會見了香港的特首 這個林鄭月娥的時候 你為什麼做了這樣子 感覺好像沒有坐滿板凳 好像你看坐1分的位置那種感覺 然後感覺態度恭敬到近乎屈膝 這種態度蘇貞昌是說 你韓國瑜讓人看不下去 可是我發現 其實韓國瑜他常常在接受媒體訪問 他面對媒體都是這種做事 因為他是軍人出身的 腰桿打直是他的一個特色 所以他經常不管是接受媒體訪問 他上節目的時候 以前跟我們同台的時候 他都是這樣子 他不會坐滿板凳 當然直播的時候 他就人這樣子很輕鬆的樣子 對 但是上節目專訪 或是跟誰見面 他去那個國民黨中央黨部 碰到了這個吳敦應 或是見他以前的這些 榮譽黨主席以前的立正堂 他也都是這樣子 他的習慣就是如此 但是不管怎麼樣 畫面會說話 見林鄭月娥你也是做這樣子 你就是會被蘇貞昌摔 可是沒想到蘇貞昌這樣摔他 也摔到自己了 一個回馬槍就會打到自己 新潮流系的資深的菊姐 沒想到陳菊 他之前在見國台辦以前的 那個主任張志軍的時候 5年前6月27號 那個時候的照片 也被台北市議員有數位翻出來了 就說你看看張志軍見陳菊 陳菊也是這樣子做 那你現在這個蘇貞昌 你要拿這樣一個標準 去看韓國瑜 那是不是陳菊也是對張志軍 對這個中國大陸 對共產黨卑躬屈膝 所以接下來這樣的一個 我覺得彼此互相酸來酸去 這個時候還是看一下照片 沒想到還真的打到自己的人 所以佩軍網路時代真的是很可怕 所有的歷史畫面 全部留在那個地方 而且Google一下就Google出來了 所以酸的是韓國瑜跟林鄭月娥 但最後打到的是 陳菊跟張志軍的會面 對 因為現在真的是都會留下紀錄 民進黨常為人詬病 就是兩套標準的 就是一不小心回過頭來的時候 就會打到自己 比方說剛剛討論的這個 育英的津貼也是一樣 過去在國民黨執政 政府時期 那不管任何的利多政策 只要是跟津貼有關的 那就會被反對 然後就會扣上說是政策買票 可是反過來講 現在看起來這個蔡政府 聲望比較低的時候 好像有孩子的人 就開始有一些利多 但是如果他們要把它當成選舉考量的話 能不能那麼有效 我個人是存疑的 因為以我過去這個會期的經驗來講 在直選的時候談到不管是公佑的補助 或是公佑的原額的問題 其實下面很多年輕網友是並不領情的 為什麼 他們會在下面留言說 今天孩子是你自己要生 選擇要生的 那養育的經費也應該你自己來籌措 什麼都想要政府幫你出 那你要不要免費念到大學 其實很多年輕選民 他們的反應是這樣 甚至他們覺得說 小孩是爸媽決定要生的 毛小孩不是被決定要生 所以與其政府花很多預算 在小孩身上 不如花錢在流浪動物身上 這是現在很多年輕選民的想法 那你說自己有孩子的人 包括我在內 對於這樣子的利多 會不會很有感觸 其實也未必 因為真的有小孩都知道 這只有四個字叫杯水車薪 其實你一個小孩養大 這個現在別的不講 光是念書這件事情 就很頭痛了 今天這個教育部小編 今天才非常大方的宣傳說 他們這個準公共化政策 包括公立 非營利 準公共 已經高達20萬人 可是大家冷靜想一想 全國0到6歲的小朋友 120萬 所以這個20萬其實是很低的比例 六分之一 那更不要提說這個學費 其實一兩萬塊 或是更高兩三萬塊 那只有幾千的補助 會不會讓你真的想生小孩 我還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不過我們來看到這一個李嘉芬 韓國瑜參選之後 現在農舍的問題被檢舉了 然後接下來 昨天是李嘉芬的祖墳也被檢舉了 沒有農地農用 這個問題 就是李嘉芬的爺爺李源泉 他的這個墳墓就是葬在 雲林西羅補西那個地方 那昨天其實雲林西羅 這個政公所 他們也去這個會刊 說來很奇怪 先跟大家講 所以你看韓國瑜選總統 所以他太太的爺爺的墳墓 就會被拿出來好好檢討 當然就是政治人物這樣 之前蔡英文的祖墳 不是也爆出爭議 也被拿出來這個檢討跟檢舉 所以昨天當然去會刊的時候 有鄉親就在現場 拉著粉紅色布條在那邊看 說選舉權到連死人都有事情 那蔡英文你的祖墳 所以都會拿出來這樣子講 那我先講這個祖墳 其實之前那個民俗專家 廖大宜曾經去看過 他在去年11月27號 跟這個今年7月份的時候 就曾經去看過兩三次 然後當時他看到這個李嘉芬 這個爺爺的祖墳 蓋在了雲林西羅補西 那個占地大概兩分半 他是有點坡度 然後後面感覺像一個大象的象鼻 他那個坡 因為我們在講說 一般古人都會認為說 太平有象 長象的象 血嬰就像大象的象 象是一個很吉祥的動物 他在象鼻處又種了12顆龍蚊 占地還滿大的 但是他的龍鞭 也就是他旁邊靠馬路的地方 有讓人家走的地方 後來出現了兩個破洞 雖然7月9號廖大宇去看過說 有一個洞 是用立勳把它補起來的 可是他還是擔心說 會造成韓國瑜的內憂外患 這是他從民俗的角度 因為他是說龍鞭是影響 外圍的男性 你想看外圍男性 李嘉外圍的男性是誰 最有名的女婿 最怕死 不就是李嘉芬的老公韓國瑜 後來一個洞 趕快去補起來了 他們說那個洞補起來之後 稍微緩解韓國瑜碰到內憂外患 有可能就是國民黨內部的一些 有沒有團結的隱憂 外患就是面臨要對抗他 還有罷免他的這個問題 現在這個問題就是發生了 就是有人檢舉他 是不是占用了這個農地 後來這個政公所去看了 他說因為這個就沒有關係 因為民國89年這一家 李嘉的這個農地 就把它弄來做祖墳 他是跟雲林當地的 農天水利會租的水利地 一年還要繳3萬多塊的租金 所以他在民國89年就設了 政府是在2002年 也就是民國91年之後 也就是他設了墳地之後的 兩年之後才通過說 農地跟水利地 不可以拿來當作這個墳墓 可是他在之前法律不溯及既往 所以他是沒有問題 後來今天去會看之後 可是今天會看還滿好笑的 是說去會看的時候 有兩個政公所的藏狼人員 跟著主管去 那不小心亮嗆一下 藏狼的時候 就連續摔了兩次跤 摔一次還不快 摔兩次 這很吊詭 去年11月 還有今年7月 廖大宇帶著船隊去拍的時候 他們還用空拍機去拍 空拍機那時候 五度要飛上天的時候 就摔下來 摔了五次 然後還有那個攝影團隊 還滑了一跤 所以後來他們就開始說拜拜 怕說打擾到那個先人的親近 所以拜完拜之後 空拍機就順利完成 可以上去空拍 然後人也沒再跌倒 那今天去葬 昨天去葬娘 就發生這個事情 所以我說 龍力鬼月什麼事都會發生 我是不會忌忌 好 來 問一下這個張維忠 這個祖墳的風水 這娘家的 就是太太的 爺爺的祖墳 也會影響自己的事業運嗎 基本上我們活的人 是以洋宅為主 我們先分析他為什麼 這個雲林的農舍會不會拆 其實有一些豬隊友 越幫越忙是真的 因為以空拍圖來看的話 他雲林的農舍 這左前方是不是有個籃球場 以由上向下眺望的話 那個籃球場 反而變成一個包袱屋跟機型房 你把它拆掉之後 變成這個農舍是更方正的 所以其實拆籃球場 反而是有利的 對 它籃球場像棺材一樣的 在籠邊 你把它拆掉之後 等於把它籠邊的棺材也去掉了 也把機型房 包袱屋也拆掉了 等於是幫它的忙 第二件事情 他說那個農舍上面有三個 有夾蓋對不對 三個像鳥的嘴巴一樣 我們稱它為豬雀 四倍多 口舌四倍多 其實這個蓋的都多的 早該拆了 我個人認為以開運 以加分的角度來看 是這個方式來看的 所以那個三個加蓋的 然後還有旁邊加蓋的 全部拆掉也就是 當然是 中國人講求方正 就是高吃矮 大吃小寬吃在 深吃淺 它整個是方正的 你加個東西又加個東西 越加分的那種累贅 以風水角度來看的話 是減分到極致 拆了反而歐彌陀佛 幫忙它整個運勢會更好 那祖墳 祖墳來看的話 你以這個被拿出來檢討是合理的 因為蔡老大也被檢討對不對 可是人家那個檢討是 那個的祖墳是好到 綠草悠悠 厚高前低 一望無際 整個的那個墓形是非常 不可一世的 那就是帝王墓了 其次他只是一個 市長夫人而已 對他的影響 畢竟真的是有限 其次在農田附近有沒有 這個水高水低污水恒深 整個來說後無靠 把它做一個重新整理或牽走 反而對李嘉芬的後代是加分 有一次在拍網路節目的時候 正好巧遇這個市長跟他的幕僚 我就說你 韓市長你的那個祖墳在哪裡 他說是在內地 他也搞不太清楚 還好搞不太清楚 因為曾經有傳說這個 傳說宋楚瑜的祖墳 曾經被下過九根斷賣釘有沒有 等一下 那是什麼 九根斷賣釘 因為曾經 那是釘子 那是真的釘子 如果現在周遭很多人 等一下 如果要黑那個誰的話 就是每個人手帶九根釘子去 內地找他的祖墳好不好 看到就給他來九下 然後九下好不好 來九下 那麼我看這就是可能 真的有斷掉他龍脈的可能性 所以他本人說他也不清楚 所以真的那個所謂的九釘 然後釘到龍脈的這個風水 是真的有可能的 因為所謂的風水 他一定是有個山形 虎形或是鶴形不等 他會選最好的點放他的祖墳 當有釘子敲下去 當然不是這麼小一顆釘 那沒有用 那種很大的 九根釘下去之後一定會破 破的情況下就不圓滿 不圓滿的話 整個局就壞掉了 龍脈虎脈破掉 所以現在最近很多人 手要拿九根釘子 你就知道那可能就有動作了 當然 那麼小的釘子是沒有用的對不對 正常要用的話 很高很粗的 釘那某個地方重點 一定破 我們不要去教大家做這種壞事 缺德的事情 缺德是不能做 可是柯文哲 如果他要競選總統的話 現在看起來他最大的護衛軍 其實就是他的母親跟他的太太 馬上回來 每個人選舉都要有靠山 不過現在看起來 柯文哲最大的靠山 應該就是背後的娘子軍 他的母親跟他的太太 每一次在柯文哲 身世比較低迷的時候 他們都會出來神救援 對 很多人都說柯文哲 根本沒什麼人在後面支持他 但是支持他最大 是那種溫柔 或是說女人的力量 當然最重要就是他的母親 跟他的妻子 我覺得尤其是他的妻子陳佩琪 這個炮火真的是非常非常猛 你可以看到 他最近又開始在開炮了 你看又為什麼要開炮 他在臉書上貼了一個文章 他說你看2017年的 世大運的開幕式的時候 各國運動員進場受阻 當蔡總統忙著聯繫國安系統的同時 坐在蔡身邊的柯文哲 早已經氣得臉一正輕一正白 還攤坐在椅子上 表情就嚇得六神無阻 最後有賴蔡總統啟動國安機制 才化解這個危機 他就說這個是假新聞 這個不是兩年前的事情 對 他說這個是假新聞 為什麼 他就說他還跟柯文哲討論說 你那天是有化妝嗎 要不然在那個星空之下 暗夜之下 誰看得出來你臉是一正輕一正白 而且還攤坐在那個地方 而且他說蔡總統不是說 他的這個應該他在 他在的地方很多人都要圍住他 所以到底是誰能夠看到這樣 看到你這個表情 所以你看他就說這是 暗中統人的小惡小人行徑 著實令人厭惡 真的很想知道 這個世大運在場的官員是誰 總統身旁怎麼會養這種人 這則假新聞到底是從何而來 所以你看他在批評這個 他在把這個舊帳把它翻出來講 事實上我們講到陳佩琪的時候 他在2015年他當時在這個 因為當時有個蘇敵樂颱風 柯文哲就早點回家 結果他就PO出 你好早點回家這樣 結果沒想要讓柯文哲被罵 被罵之後柯文哲就說 你以後少在這個臉書上發文 結果他就很少 但是一直到這個去年的5月的時候 柯文哲當時遭受到炮火融融的時候 他又馬上就啟動他的臉書 開始在幫他的老公在辯護 所以我覺得真的娶妻當娶 陳佩琪 他可以幫你擋這麼多子彈 你看他媽媽也是一樣 他母親的話 我們看到去年在選舉的時候 他母親這個年紀也滿大 還是這個一直在幫他掃接 其實他母親最近還上了很多的 這個電視節目 柯媽媽其實佳儀跟佩君都知道 活動力超強的 對 你看最近問他就 當然最近的話題就是柯文哲 要算還是要算 每天都有準備 是 都要在準備 市政也有在做 不敢休息 但是柯文哲是60幾歲的人 不敢管他 如果要支持會選 如果要選會支持 不選也沒有關係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的兩個背後的力量 這個包括說他的太太跟他的媽媽 變成是支撐他最鐵感的兩個女人 所以有這兩個女人在的時候 我覺得柯文哲的戰鬥力 可以是大大的加分 好 可是因為現在柯文哲 跟民進黨之間關係就很曖昧 其實你看到說陳佩琪也去罵 民進黨的網軍是1450 然後柯文哲炮轟 更是無所不用這個語言 不要臉這幾句話都說出來了 但是民進黨現在對柯文哲 好像很手下留情 民進黨現在對柯文哲 是打不還手 罵不還口 就是盡量就讓柯文哲 發洩他的情緒 可是如果他真的選到底的話 還能這樣子彼此之間友好嗎 目前我們是採取這樣的策略 然後柯文哲的說法是民進黨想要把它邊緣化 可是你在回想說 上次九合一選舉台北市長那一戰的時候 其實我們很多的側翼出來罵柯文哲 你說棄捐案等等 其實打到的不是柯文哲 反而是自己 對我們的支持者來講 很多人他是民進黨跟柯文哲 都可以接受的 你越打柯文哲 他們越同情柯文哲 反而越討厭民進黨 對柯文哲的支持者更是如此 你越打柯文哲 他們越討厭民進黨 所以對民進黨而言最佳的策略 就是跟柯文哲還是保持友善的關係 至少柯文哲讓他想罵民進黨就罵 我們都虛心的接受 剛剛講說柯文哲在世大運這一次 其實對他來講 他那一次只要提到世大運 他是每次都流眼淚 都是難過委屈 因為他覺得世大運 他是費盡心力把它辦好 第一個 所以你看過柯文哲 很多次掉眼淚 公開場合 媒體有拍攝的狀況 大家都應該看過 至少不下三四次以上 就是說只要提到世大運 他一想到就百感交集 就會哽咽 然後就會流眼淚 因為他覺得說 世大運他花了很多心力 讓小英總統可以上台 讓國旗可以飄揚 然後要辦好世大運 確實不容易 可是在世大運 因為兩岸一家親這句話 讓他得到這個獨派不諒解 從此以後變成說 獨派眼中的罪人 所以對柯文哲來講 世大運 他確實他覺得他滿腹的委屈 那包括說小英總統在這過程中 他也覺得說 好像沒有幫他什麼忙 然後台北市長選舉 民進黨又提著自己人 從此柯文哲對民進黨 當然就會覺得說 好像民進黨對不起他 然後開始有很多的怨言 好 當然其實我們剛剛 在這則新聞裡頭 看到的重點是假新聞 那我其實同意陳沛琦這些觀點 就是說今天這則新聞裡頭說 蔡總統忙著聯繫國安系統 然後柯文哲 臉一陣七一陣白 貪桌在椅子上 嚇傻 六神無阻 我跟你講這種形容詞 你都會覺得這個是一個假新聞 但是民進黨在查假新聞的時候 會不會是只要不立自己的 三天破案 有利於自己的 那就一輩子都查不出來 因為最近網路假新聞 是不是真正的對於選情 還有很多政治人物的一種殺手 你從這個國安試驗案 就可以看得出來 國安試驗案當然很多的風向 好像變成要燒到了總統府高層去 當然被影射了總統府秘書長陳菊 當然就不爽就跳出來 所以之前在網路PTT的八卦論壇版 就有網友在網路上面 就貼了一個文章和照片 上面就寫說這個是吳宗憲嗎 然後還有一段陳菊以前 在高雄市長他受訪的這些畫面 就變得好像 對 你看到這個 請一下 這個用爆掛這兩個字 其實就是爆個料 然後說這是吳宗憲嗎 其實是一個問號 這是網路善用的一種方式 那你說是對藍也好 對綠也罷 你要怎麼樣的一個攻擊 常常常見這種這樣的一個言語 或者是標點符號式的 這樣的一個問法 結果陳菊呢 陳菊後來就提告了 那後來警方很快火速了 在三天之內 就找到了一名網友 他是一個19歲的大學生 馬上用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 就依法這個韓宗法辦 那後來 陳菊這件事情還沒有出來道歉 然後先告了網友 對 沒錯 所以後來當然也讓社會上 引起大家的側目 那接下來也有網路的 這個奉命形式 這樣的一個臉書粉絲專頁 就把這個過去 從華航公布的資料 不是只有蔡英文政府 這個任期之內的出訪 包括馬英九政府的 他的這個任期內的 每一次出訪 他的這個 所謂的香菸超買 或者是走私也好 這個每次公訪的這個名詞 他的數量把它丟出來 那網友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說不是超買 是走私 那馬英九政府裡面 這些所謂的前後任的總統府 秘書房負面長 是不是全部都要去法辦 都是走私 把這個楊敬天 還有這個全部 蕭旭成都拿下來講 還有羅志強 現在被羅志強 許小新還有劉淑慧也去告 為什麼 他們告什麼 因為他們就要故意凸顯 如果你今天警方能夠把這個 詆毀 你們認為是詆毀陳菊 或者是說造謠假新聞的 說火訴三天之內就辦 那就用陳菊的標準 一樣這個鳳秘形式的臉書粉專 你在黑過去這幾個秘書長 一樣去也是 也是在講總統府秘書長 只是講前任 那你是不是要用陳菊的標準 三天之內把這個臉書粉專的負責人 或裡面的這個網友是誰 一樣移送法辦 那你才會讓大家覺得說 你不是只辦藍不辦綠 不過當然 因為這裡面 羅志強其實2013年底的時候 就已經 就離開總統府了 沒錯 所以現在把這些都給列進去 難怪他會那麼生氣 我只是好奇 那一些韓粉 然後一天到晚說要去攻擊人 然後不都有人告了嗎 怎麼到現在還抓不到 好 不過重要了 我們來請戰衛中看一下 幾位候選人的面相 到底誰的運勢比較強 馬上回來 現在看起來2020的總統大選 應該是三喀都市 至少應該確定了 主要的韓國瑜跟蔡英文之外 柯文哲或郭台銘到底是誰 不確定 但是柯文哲的機會可能還蠻大的 我們從候選人的面相來看一看 他們的運勢 預測一下吧 因為有一好沒二好 這三個人長相各有千秋 額頭代表少年 鼻子代表中年 我們說人中以下代表晚年 那以整個來看的話 以鼻頭來看的話 我覺得厚而有肉 鼻孔不外露的話 就是我們說的蔡英文蔡總統 鼻相是很好的 然後這個韓國瑜本身鼻尖 鼻翼薄 鼻孔外露 像突嬰一樣的 他正好屬雞的 也蠻適合他的生肖 你說他多有錢 如果相比的話 是比別人弱一點點 OK 那以眉型來看的話 這裡頭眉型來看的話 最漂亮的我覺得 眉型代表人脈 人際關係選票 蔡英文的眉型是秀麗的 韓國瑜的眉型像劍一樣的 保劍一樣的 也代表是一個左忽右印的 裡面眉型最差的 就成立如你們說的 只有媽媽太太很疼他的 我們稱他為柯文哲 他的眉型 前深後淺前蜜後書 就是一個書生有智慧的人 就是做事比較是讀來讀往的 所以眉型必須要非常的完整 然後又濃密是不是 對 深淺 書蜜合一 這裡很深 這裡很淡的話 叫斷眉 所以當然柯文哲不可能去 秀眉 文眉或直眉 只是跟他建議而已 那以整個唇型來看的話 這裡最冷靜 最理智的 還是屬於蔡英文 唇薄 齒相非常好 那麼有時候感情用事裡面 最嚴重的還是屬於韓國瑜 所以他不能動入 不能有情緒 唇厚 齒有縫 這是他目前來說要提升的 所以他一方面有情緒感染力 但另外一方面 也比較容易有情緒的發展 然後他不知道是喝酒還是喝茶 有點黑黑的 所以改天要帶他去洗牙齒一下 這就跟他建議 因為你們叫選舉 牙齒也會有影響 當然 這是骨項 會很重要 那你現在能夠 從他們的面相裡頭 預測出誰會當選的嗎 這個很簡單 因為我過來挑戰 拜拜問一下神明 我跟你講